總獎金二十萬美元的臺北羽球公開賽 明天下午就要在新莊體育館開打 雖然這次呢大陸和日韓好手都缺席了 但預估參賽選手實力接近 競爭很激烈 我國這次呢由三位奧運國手領軍出賽 其中才剛剛拿下日本公開賽女單冠軍的戴姿穎 將要挑戰個人第一座臺北公開賽的女單冠軍 監獄錦 陳宏林和戴姿穎三位倫敦奧運國手 現在要帶領中華隊拼佔台北羽球公開賽 其中剛在日本奪冠的戴姿穎 第一次名列女單頭號種子 還是一貫的平常心 我沒有什麼壓力吧 對啊 就能為國家爭光就 當然還是要盡力 雙打方面 監獄錦女雙改搭吳蒂蓉 而混雙搭配陳宏林 是兩人第一次在國際賽搭檔出擊 就是還不知道說我們兩個可以激盪出火花油 是蝴蝶炮還是說像國慶煙火這樣 所以當然是還蠻拭目以待的 因為畢竟很少配 那還是要透過一些比賽 然後知道一些缺點 台北羽球公開賽星期二開賽 一連六天在新莊體育館展開激烈競爭 今年共有9國210位選手參賽 印尼 新加坡 香港的好手都有參賽 前三天免費入場 歡迎球迷進場觀賞 UDN TV 吳嘉祐 邱欣宜 七海倫 新北市報導 由明星期二開賽星期二開賽星期三 聖火車 盡星期三